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索尔接连坦分帮助灰熊取得领先 但上半场后段拉塞尔挺身而出 带领篮网在半场结束时48比47反超比分 下半场篮网延续进攻态势 一路保持领先不过堪力 也凭借个人能力帮助灰熊紧搅比分 不过第四节篮网延续良好状态 阿罗尔外线也连中三分而灰熊进攻不力 最终蓝网109-100送给灰熊四连半数据统计 灰熊康利31分3版二柱 吉克逊19分4版 二柱加索尔13分9版 七柱安德森11分11版 十柱坦普尔6分4版 特林7分7版 布鲁克斯5分篮网 拉塞尔23分4版 十柱哈利斯18分5版 四柱阿伦12分12版 卡罗尔20分5版 丁卫迪13分4版 五柱内皮尔 十分四柱戴维斯 6分9版比赛开始 康利和捷克逊率先拿分哈利斯 三分外联中两球灰熊不断利用突破拿得分数 拉塞尔也上进一球捷克逊内线 连续拿分灰熊16比方 取得领先丁卫迪突破打成2加1 康利外线三分还以颜色不过篮网内外开花 破进比分布鲁克斯及停撬透命度之绪 丁卫迪和拉塞尔外线 继续三分开火马克 上进一球首节结束 两队打成26平第二节上来灰熊首先发力 打出一波7比0的高潮取得领先 拉塞尔罚球打破得分荒 跟着篮网连得11分还以颜色 加索尔中远距离连拿9分帮助灰熊42比37领先5分 而篮网陷入4分多中的得分荒 终于由拉塞尔三分命中加索尔和康利联手拿1分 拉塞尔火力全开帮助篮网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时 以48比47反超比分一边在战 哈里斯先生夺人上篮得手 跟着再次抢断助攻阿伦单手 批扣安德森突破为灰熊拿分 阿伦内线再次补扣杰克逊 篮下接球回径一翼报扣双方 你来往进入僵持 康利凭借个人能力接连拿分帮助灰熊63至61 夺回领先哈里斯及时回径三分 丁维连两把拳中加索尔转身放篮命中 此后双方多次获得拔球机会 格林连拿4分后 双方再次打成73平内 皮尔3分手起刀落灰熊连续反击打进 拉塞尔接掩护再中3分3截结束篮网 81比77领先第4截上来篮网 依靠拔球拿到5分 杰克逊和康利接连追分 但卡罗尔两个三分帮助篮网 92至84仍旧领先8分 杰克逊篮下强起打成2加1 卡罗尔外线三分 但无需发灰熊 继续的内线拿分哈里斯突破 也打三分成功 康利两罚权中哈里斯和阿伦内外 组织续发挥篮网 104至94 取得十分优势 灰熊进攻端 仍旧无法找到手感最终篮网 109比100战胜灰熊 首发阵容 灰熊 康利 坦普尔 安德森 杰克逊 加索尔篮网 拉塞尔 哈里斯 库鲁茨 杜德利 阿伦